好 我一定要先说一下 这个刻薄从来就不是我们台湾人的价值 我们台湾人是宽厚的 所以对于任何确诊者我们再次强调 确诊不是他的错 这个病毒也不会分蓝绿 对于所有的确诊者我们都给予祝福 当然了 大家知道网友 网友说就是喜欢烤西 喜欢开玩笑 你看看网友说什么 毕胜哥 你要在小三家隔离吗 还是在大妈家 很坏你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 可以跟小三关七天 还好现在没有追踪了 回力标 有没有 一起下台选地方首长 积极染疫 不是说积极染疫这是祝福吗 对不对 懂的都懂 最近气质不够 因为已经叫大家气质防疫 所以这些里面 其实都牵了一些新闻梗 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写得非常好 因为网络上确实也出现一些极端的言论 什么病毒加油 一个都别少 示范一下24小时之内 什么消失在地球 还有人说24小时之内拖出火花 等等等 看起来非常的刻薄 所以这位胸腔科的外科医师 告诉大家说什么 这一发言真的大可不必了 让人看破你们的政治 凌驾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一般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话完全正确 就符合台湾人的价值 确实是如此嘛 但是他们的确诊就有一点复杂 有一点复杂 因为大家会想到过去那两年 从疫情爆发那两年 我们台湾人承受了多少荒谬的事情 承受了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情 看了多少笑话 听了多少不合科学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必须要看到 在网友的这些梗里面 都牵了一些 比方说气质 为什么气质不够呢 因为以前 大官们告诉我们要用气质防疫 记不记得 所以你看看网友对于这位外科医师 基本上我当然赞同他的谈话 但是网友怎么说呢 网友反应的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的心声 所以为什么说不要笑 很多人看到陈时中确诊 第一个就是笑出来 为什么 因为想到了过去两年的荒腔走板跟荒谬 网友说 你说不要政治凌驾自己的道德良知 网友说 造谣抹黑BNT的时候 你的良知不知道去哪里了 说得真好 对不对 政治跟道德良知 如果过去守得很好 一切按照科学的话 大家记不记得BNT多好笑 后来是什么 台湾的慈善团体等等 去买的 指挥中心怎样 美国总统打的BNT疫苗 指挥中心坚持不肯买 所以这个东西 请问到底是政治还是道德良知呢 台湾我们的疫苗打得这么晚 食药署指挥中心先打好打满 这个部分让我们愤愤不平 网友说 良知只有颜色对了才会出现 还有人说 谁先政治凌驾专业的 这位医生要不要回去看一下新闻 请问谁先政治凌驾专业 谁的自我介绍 死了那么多人是谁没有良知 包括我们的儿童疫苗 我们也讲了很久 台湾的疫情比较晚到 事实上我们是有优势的 但是儿童疫苗的部分 对不对 指挥中心把它否决了 说不要 人家美国是去年11月开始打 新加坡12月开始打 日本韩国今年2月3月开始打 然后呢 我们到了今年火烧屁股之后 才签约要去买 所以这些大使你怎么看 关于陈时中确诊 关于指挥中心这些 这个大头们确诊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每一条生命都是平等的 都是值得重视的 但是你知道吗 所有网友 所有大家第一个看起来 都是觉得我想先大笑三声 这个人心自有一把尺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好官 如果大家都觉得 你是替我们谋了很多福的话 那他今天要说确诊 他今天就是咳嗽一下 很多人都会去虚寒问暖 说你怎么样了 你身体怎么样 不要太累了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了 那今天确诊的话 得到这么多不同的评价 我只能说了 我们很客观讲 就是我们的社会 很多人对他们的表现 是有很大的不满 而且这些很多可能 还不珍视对他们的能力 而且对他们的操守 那今天杜成泽医师的讲法 真的就是说看他用在哪里 他真的要去针对过去这个疫情 这么两年多的时间来 大家对于这个团队 这个政府 主政的政府 就真的想用这句话来问他们 而且我觉得他还应该要再加一句 就是说不是政治凌驾 你们自己的道德良知了吗 应该还有就是说 私利凌驾了你们的道德良知吗 这已经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了 政治防疫 这个已经在刚开始 我们的疫情出来就已经很多人来在讲了 以疫谋权 还有一个事实上 大家心里面也有一个问号 就是以疫谋财 我想就可以问一下这个杜医师 好他讲这样讲 就是说当时护航高端 他请问是他是政治凌驾自己的道德良知 还是私利凌驾自己的道德良知 高端的股价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高价股价一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看很多这些 护航保驾的东西都出来了 另外小吃店可以得到这个快筛四季 这么大的一个标案 我想请教他是政治凌驾 他们的道德良知呢 还是私利凌驾的道德良知 这都是这一群人他们做出来的事嘛 真的我们真的心怀诚厚的话 任何人生病我们都是抱持的一个 我们都一直有关系 当然我觉得杜医师讲的话 是放在一般的标准来讲 是一点都没有错了 其实放在指挥中心他们的身上 也没有错 我必须先肯定杜医师他的看法 但有人说 身为医师你太单纯了 或说你太仁厚太善良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民众 有相对剥夺感 跟觉得自己被欺负到 跟觉得很可笑 我们自己觉得把我们台湾人看得很高 我们的这个科学各方面都看得很高 但是没想到防疫 不要讲别的 光是个BNT对不对 光是个BNT 之前这么多事情从林群啊等等 到我们看到郭台铭啊 包括到这个慈记等等出来捐 大家觉得一路走来 非常非常的荒谬跟可笑 所以才会针对这个陈时中也好 这几位确诊 大家产生了极其复杂的一个心情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单纯的 是我们只是要刻薄他一下 只是要诅咒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但人民的心情确实 某方面来讲得到了疏解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确诊 之前 拜托 之前那时候还快塞羊 还不等于PCR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光排队排死人啊 台湾人民这几年都在疯狂排队当中 我们每个人因为确诊这件事情 都快把自己搞疯了 隔离的荒谬的措施啊 快塞买不到啊 然后去排PCR排几个小时啊 生病的老人家挤在急诊室的门口啊等等 大家被这个确诊这件事情搞到快要疯 包括后来拿药拿不到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嘛 你死亡的数字当中 你公布一下这些长辈 有多少人是在前五天前三天吃到药 是不是有些人 后来他发现给药率很低嘛 是不是有些长辈没有吃到药 这算不算是国家杀人 可不可以求国赔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跟剥夺感之下 大家对于他们几位的确诊 心里第一个是念头是 哈哈哈哈你们也有今天哦 我们受的苦 坏你们了 但是很抱歉 他们怎么会受苦呢 当然不会嘛 指挥中心权力最高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要特别请教一下这个王仁贤理事长 我们先来看一下症状了 所以前天是陈时中确诊嘛 然后过来是这四位嘛 然后接下来呢 骚骚骚骚骚旁边的会不会 先进 有没有先这一圈 会不会明天这一圈啊 我希望不要好不好 但罗一军告诉大家 Omicro感染三天内才是转阳 或是发病的高峰 然后潜伏接可能长达七到十天 也许可能往外面蔓延 当然也不见得是这个现场得到的啦 也不见得嘛 那他们今天 在这个会议当中 大家去问就是说 指挥中心就是尤其是陈时中 就有没有去异调一下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谁 那个内政部的 陈宗燕 对陈宗燕 他就讲得很含蓄嘛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做异调了 是在怕什么 在隐瞒什么 一般人可以 但是大家对于指挥中心 对于陈时中 他是个指标性的人物啊 你可以告诉我们嘛 比方说指挥官最近都很忙 都到医院 到急诊室里面探视 到加护病房里面探视 他去走访基层医疗机构 可能是在这里感染 可以啊 可以这样跟大家讲啊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大家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在陈时中的病情 跟他的疫调部分 这么这么的隐晦 我不太懂 那现在有没有症状呢 庄人想有症状 喉咙痒 咳嗽 发冷 发冷应该就是有点发烧吧 然后呢 所以他的职务 由罗伊军来代理到6月21号 那薛瑞源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没症状 但并不表示 他明天后天没有症状 那王碧胜呢 他是鼻塞跟喉咙痛 那陈时中呢 看起来是重症的高风险群 我要我要问一下 这个王仁神理事长 因为他超过65岁嘛 吸烟吸了50年啊 又没有戒烟成功 他还装了心脏指甲 肺应该不太好 他说他全身酸痛 打喷嚏流鼻水 那庄人想今天告诉大家 说陈时中 有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 但是匡例接触者呢 实际上人数不清楚 不清楚啊 只是一个陈时中 都弄不清楚 那今天后来又被问到 今天这个又被问到 他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在进行疫调等等 陈时中目前是 身体有些状况 按照医嘱服药 没有回应 是不是用抗病毒药物 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不能够公开啊 因为说实话 如果说Paxlovy的话 他是符合的嘛 他是符合的 所以我就不太懂 关于陈时中确诊 然后他的用药状况 然后呢 他的这个现在的状况 还有包括他的疫调等等 如果说一切真的是 为国为民啊 大好的大内宣积会啊 应该告诉大家 没有错 所有的长辈注意 像陈时中这样 有高风险等等 应该第一时间服药 我们现在药物很充足 都会给大家 但是对他有没有服药 有没有 今天都不肯讲 都不肯讲 所以我不知道 王仁贤理事长 你怎么看 我就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确诊 也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正面示范 对 我觉得他们的确诊 我就从他的一个专业 去调查这个感染爆发的 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在指挥中心里头 基本上 指挥中心它位于我们 疾病管理署里头 我记得在疾病管理署里面 他们本身的门禁 是相当深严的 管的是铜墙铁壁 你只有在里头开会的话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原则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从这个感染爆发的 指挥兵力来去调查 指挥兵力他为什么会 我们知道这个指挥中心里面 大家都管得住 只有陈志忠管不住 因为陈志忠他太政治了 他这个时候有很多政治的活动在 跑突 所以跑突那个机会是很重要的 他跑突才会得到 所以整个的这个感染爆发 用指挥兵力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最有嫌疑 造成这次感染爆发的 就是陈志忠 因为他这个政治真的是 讲的就是说 他这个不是政治凌驾于道德 他是政治凌驾于专业 他在这么专业的地方 还利用这个专业的时间去跑突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治凌驾专业 这是凌驾专业 所以这样子他才 我才认为说 他为什么不敢去做疫调 就这个道理 因为疫调掉出来 如果不是在医院怎么办 不是在医院 因为疫调的时候 就是要掉这个指挥病例 对 因为之前贾永杰 这个假日去北海 什么餐厅吃饭 去巧遇陈时中 对不对 吃饭口罩一定是拿下来的吧 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指标的活动就在那里方 否则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 他根本 我们这个新冠 他不会说是挑人来感染的 他一定是看你的人的活动 那至于他得了以后 他这个疫调不做的话 其实我们就没办法厘清 他这个什么东西 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国家秘密 所以他就不去调了 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 这个我同意了 那至于他后面那个东西 到底他能不能用药 我们知道陈志宗 他本身年事已高 他比我大 他比我大 我前一阵子确诊了 但是我确诊了以后 因为我年纪实在太小了 小什么意思 我就差半岁就65岁 他半岁就65岁 我怎么样 那我有什么病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拿不到药 我真的拿不到 一个都拿不到 我也不想违法 我也不想违法 那陈志宗他是合法的 他绝对可以拿到药 他会65岁 这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这个东西 其实不必隐瞒 他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讲 你到底吃药美呢 对 那你不要隐瞒吗 就讲嘛 他为什么要那么隐瞒 这个慧莫如深 到底这里是国家机密吗 不是的 这个不是国家机密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前面有国家机密 他怕你这个一挖就挖出来了 这个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是很糟糕了 你前面有个机密在的时候 你必须要后面 也要把它变成机密 那这个东西机密 就没什么好机密了 他本来就是可以用的 对不对 大千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王日贤理事长 讲的太有道理 会不会中间有太多的国家机密 要不然我不太懂 你记不记得 英国手上 Johnson确诊的时候 他连快要挂了的讯息都公布 对不对 那个拜登打什么疫苗 也都全部公布 全世界的一些领导人物等等 当然除了一些少数国家 大部分都是公开透明的 而且这个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阳光一点 正面一点 如果没有亏心事的话 就公布当成一个 非常好的宣传机会 对不对 防疫F4告诉你们 我们如果确诊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你不是要视讯问诊 你就视讯问诊给大家看 对不对 你就视讯问诊给大家看 然后陈时中应该 视讯告诉大家 我重症风险 所以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 乖乖地吃药 大家要跟我学 这样才会减少重症的机会 你可以做一个示范 那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在今天记者非常非常地好奇 问陈时中的状况 为大家状况 得到的都是非常非常模糊 不知道陈时中疫调 我们现在都没有做疫调 他有没有吃药 都不知道等等之类的 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按照医嘱服药 服的是Paxlovin吗 是不是抗病毒药 还是你吃了什么 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药 我们都想参考 当然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台湾人被确诊这件事情 真的搞得快要疯掉了 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确诊 就是全家确诊 隔离也好 拿药也好 什么送餐也好 搞得快疯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确诊之后的待遇 的确 就像刚才这个理事长讲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质疑点在这里 就是指挥中心有一定的 防护的这个机制跟措施 那指挥中心的成员 应该知道要如何 好好的保护自己 可是他们居然陆续的确诊 那到底这个确诊的源头 看起来是陈时中 那到底陈时中是从哪里确诊的 他是在指挥中心确诊的吗 还是他去视察医院的时候确诊的 或者是他有参加其他 台面下的活动确诊的 因为说实在的 就我周围会确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因为有脱口罩用餐 脱口罩喝咖啡 脱口罩敬酒 有类似这样的动作 这个确诊的风险就高很多 那么陈时中不愿意做疫调 或者是至少要做个简单的做说明 他们都尽量的回避 我相信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行程 他并不想让大家知道 那么但是事实上为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疫调这么关切 其实我们不是很想去挖陈时中的隐私 而是我关切的是 陈时中的疫调的重要性在于说 他有没有跟其他的部会首长 私下的开会聚餐有没有 因为这又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了 他如果有一天哪天是什么行政院院会之后 跟一堆人大家聚餐一起吃个饭 也许我们国家的部长一下就好几个都中 所以这个疫调有没有必要 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当然有一定的必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陈时中也好 或者是最近染疫的吴淑珍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符合得到抗病毒药物的标准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 在第一时间服药 然后避免变成中重症 早日康复 但是我刚才说我好奇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好奇的是其他那几个呢 郑文燦有没有拿到抗病毒药物 王必胜有没有拿到抗病毒药物 东宫太子爷也确诊咯 对 薛瑞元有没有拿到抗病毒药物 庄仁祥有没有拿到 他们理论上来讲 他们的年纪应该都还没有到65岁 看起来他们也不像有长期病的这个患者 所以他们应该都不符合 得到抗病毒药物的标准 你看连理事长才差半年 他都没有办法拿到抗病毒药物了 那这些人差更多了 他们怎么可能有机会拿到抗病毒药物呢 所以我好奇的是他们有没有拿到 那如果是因为他们是指挥中心的高官 他们的标准就不一样 他们就可以拿到抗病毒药物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就要想尽各种办法 挤破头去买什么清怪一号 或者是去吃普拿藤来减缓症状 你讲的药物我们都还有看到这个 绿媒体还可以倒腐PCR的来 所以是不是倒腐PCR 所以我好奇的是他们有没有拿到 其实今天记者会我一直在看的是 有没有记者去问 说那另外那几个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服用抗病毒药物呢 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我们要去深思 要去了解的 汪汪水绳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绳物化器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GO